7月22日娱乐圈宣秀儿阳实现,汪小飞凌晨发文,晒姐姐晒弟弟,一家人好幸福。 在在娱乐圈里比起幸福家庭,汪小飞与大S一家人才,算是娱乐圈里真正幸福的一家人了。 虽然常常小秀恩爱,但是他们不做做,一直都是保持着那初心不变的低调,让人羡慕,有这样完美的家庭。 无论是汪小飞还是大S学习院这一刻,都是该感到开心快乐的。 而今月凌晨作为结婚多年拥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汪小飞,首次谈起小时候的愿望和小时候的梦想。 不管是真与假,但是非常的励志的,只是开个玩笑的。 当然我们汪小飞大哥的话,肯定是真的没有错的,一个从小一直被姥姥和奶奶收留的人,为了梦想实现了梦想,为了愿望实现了愿望,一步一个脚印走来。 真的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,为了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时候的回忆,汪小飞凌晨还真的是大作文章啊。 生就是这么神奇,我以前就是北京城外胡同里一个没人挂的穷孩子,住大杂圈,姥姥奶奶偶尔收留一下。 然后我就许愿,我就好好努力学习,活着,以后一定有个完整的家,有个好老婆,生个姐姐,有个弟弟,结果这一切都实现了。 可未来还有一大大要走,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,平平安安活着,该是你的跑也跑不了,不是你的,瞬间即是。 其实看到的汪小飞大哥的话,圈姐也是非常的有感触,虽然她从小,是住在北京,而圈姐是住在农村。 但是最后那句才是最真实的,也是理所应当的,人生只要平平安安的活着,该是你的就是你的,跑也跑不掉,不是你的费劲心力也得不到。 如今王小飞大哥也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,拥有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好老婆打F学习院,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一切的一切都实现了。 然而这一切都是王小飞大哥煎苦饭都得来的,而在王小飞恩她一番后,网友纷纷点赞,大S好有气质,有个这样好的老婆大S这辈子满足了。 大S的王小飞从来没让我失望过,你们要一直幸福快乐平安。 这张照片是S也有生以为被拍的脸最大的一次。 老粉看了想打人,幸福的一家人,王第二张大S超级美呀,善良的人总会拥有想要的生活的晚安。 说的是小时候呀,后来十几岁,那他妈妈才创业的,后来才有的巧江南,所以飞哥小时候也是艰苦奋斗过来的。 疼爱老婆的男生,运气会一直好下去,汪小飞与大S结婚八年以来,他们的整个家庭也是不少人的羡慕,尤其是有了女儿长腿类,儿子西林。 如今幸福的一家四口,新时代最完美的家庭了,在娱乐里这样完美的家庭你们羡慕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